I'm afraid of heights But you were playing 狂热的粉丝与教练 小达也正是在 楚歌的指导下 才从书本里掌握了 一定的有关 拉力赛的飞行技巧 但是楚歌并不是专业的 所以在选拔赛的前夕 为了能让小达 得到更好的提升 他带着小达 找到了老李 老李何许人也 他曾是海军 飞行中队的队长 曾带领手下 取得了不少胜利 可是英雄也有失手的时候 有一次平常 到不能再平常的任务里 他指挥失误 导致整个中队 全军覆没 当然 这还不是最让他耻辱的 后面大伙进行打捞的时候 只有他一个人侥幸生还 于是 他从此陷入了 无尽的懊悔与心理折磨之中 再也没有勇气 冲到云霄之上 总而言之一句话 光凭着小达一局 教练你教我飞吧 老李根本不会同意 不过 就算被老李拒绝 就算没有专业教练 小达还是决定 去参加选拔赛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 一进赛场 小达就遭遇了一波 冷嘲热风 只因为他是一架农用机 便根本没人看得起他 尽管如此 小达依旧没有退却 他顶着别人异样的眼光 在专业赛道上 闯过了重重关卡 最终不仅平稳着陆 还打败很多竞速机 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只可惜 这次选拔赛 只有前五名选手能够晋级 而小达刚好就排在第六名 于是 他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农场 干回自己的老本行 不过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回到农场的小达 也依旧没有抛下自己的训练 这份坚持也正好 被老李看在眼里 于是 他同意了收小达为徒 当然 这还不是最幸运的 没过多久 选拔赛的消息便再次传来 由于排在第五位的选手 在比赛中使用了违禁药物 所以他惨遭淘汰 而原本排在第六位的小达 也得以顺位晋级 听到这 小达等人开心坏了 而没多久 一场由老李主导的紧急培训 便正式拉开了帷幕 老李首先从小达飞行的缺点出发 给他制定了一系列的完善计划 由此 小达的飞行技巧有了很大的提升 整体的实力更是突飞猛进 但这还是不够的 要想在飞行速度上大幅提升 小达必须学会高空飞行 云层中的强风会带给他惊喜 顺风而行才是最快的 可是问题在于小达患有恐高症 它是一架农用机 从未飞过上千英尺的高度 因为长期低空拨洒农药 所以对高空环境抱有一种莫大的恐惧 这就没办法了 只能先把低空飞行的速度练起来 老李再次修改了训练计划 而小达这边也始终没放弃 再苦再累都坚持飞行 不论是白天黑夜 亦或是刮风下雨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小达的实力在乎提升 终于符合了老李的心理预期 与此同时 环球飞行拉力赛也即将举行 最终 老李决定担任小达的辽机 给小达出谋划策 这么一来 小达也能更好地奔赴赛场 就这样小达出发了 抵达赛场后 还见到了很多顶尖选手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 却有着一个共同想法 那就是 看不起小达这架农用机 小达对此习以为常 毫不在意 对他来说 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并且 他的女神依莎尼也并没有看不起他 两人还搁那儿相谈甚欢 突然 一架自带BGM的飞机闪亮登场 他是艾尔 一辆来自墨西哥的传奇飞机 跟小达一样 从未参加过长途拉里赛 因此他很快跟小达成为好朋友 不过 这也还不是最让人出乎意料的 这位热情奔放的大哥 直接就在比赛开始的前一秒 对来自加拿大的罗希尔一见钟情 随后 更是想尽办法跟罗希尔搭话 并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但是 由于用力过度 美丽的罗希尔对他竞泻不敏 最后 还是在小达的帮助下 艾尔采用一群优美的歌谣 打动了罗希尔的芳心 言归正传 此时 随着裁判一声令下 环球拉里赛正式进入了加载 小达起步较慢 又非常恐高 便逆大流选择了低空飞行 这本来也是不错的一招 但没想到的是 天气的变化来得猝不及防 此刻凛冽的寒风 嗖嗖地刮着 给低空飞行的小达 带来了一股强大的阻力 好在他心中始终憋着一股气 丝毫没有过放弃的念头 这才有惊无险地抵达了休息区 随后 天气好转了起来 选手们的比赛也得以继续进行 但谁也没想到 就在他们准备越过高山的时候 美国的传奇竞赛机 斗牛犬 不幸迎来了意外 直接陷入盲飞状态 失去了原本的速度与高度 好在关键时刻 小达不顾比赛结束 直接放缓速度 飞到了斗牛犬的旁边 先是让他翻转机身 然后又一路给他指引起了前进方向 就这样 在小达的帮助下 斗牛犬成功着陆 但小达却直接垫底 成为了比赛的最后一名 不过小达这奋不顾身救人的行为 赢得了所有人的赞赏 他的劲头愈发充足 立志要在第二天的比赛里 取得一个好成绩 并决定 在自己唯一一个粉丝 也就是弗朗兹的建议下 将自己身上的农药喷雾气 全部卸下 轻松减负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飞行速度 成装上阵后 小达确实快了不少 不仅甩掉了一个又一个参赛选手 排名也直接从最后一位 飞速上升到第九位 这样的变动 让很多竞赛机出身的选手非常不满 尤其是他 小绿 小绿坚定地认为 龙用鸡不该参加环球拉力赛 小达只不过是个长着翅膀的拖拉机 于是他决定 不管要使出怎样的阴谋诡计 他都一定要让小达这个乡下小子 从比赛中出局 首先 小绿收买了和小达关系不错的伊沙妮 让他给出错误指引 诱导喜欢低空飞行的小达 在下一场比赛翻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从山间的峡谷穿过 结果小达照做了 而小绿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时小达顺着山上的铁轨不断前进 面对窄小的隧道也没有退却 始终保持身躯的清闲 虽然有小心的碰撞和摩擦 但也给自己节省了大把的飞行时间 而最后哪怕在出隧道口时 迎面撞上了一列火车 他也毫不慌乱 凭借矫健的身姿 一举逃出升天 并率先抵达目的地 夺得了本轮比赛的第一名 至于伊沙妮 小达事后看出了他的心虚 立刻便跟他大吵一架 但吵架归吵架 比赛仍要继续 接下来选手们的飞越太平洋 而小达也再次被小绿盯上 这一次 小绿直接派出小弟 一举从后方发动突袭 将小达的天线成功撞飞 不过 这也还不是最倒霉的 小达油箱的燃料已经不足 他本想要在夏威夷进行补充 现在却完全找不到夏威夷在哪 只能就这么迷失在了茫茫大海之上 随后更是遇到了一场暴风雨 惨遭风浪反复无情的拍打 最终 逃生无眉的小达 追进了茫茫大海 要不是附近的巡逻队足够给力 将他成功打捞了上来 怕是早就已经命丧黄泉 但不幸的是 他身体大部分零件也都报废了 根本没法继续参加比赛 好在之前小达的舍己救人 与永不放弃的精神 都被其他参赛选手看在了眼里 于是 在他心灰意冷要回农场的时候 其他人纷纷赶来 给他送上了各种零部件 其中 也包括幡然醒悟的伊莎妮 就这样 在大伙的支持下 又经过一夜的抢修 小达再次回到了赛场上 这样的举动让小绿非常不满 决定要在下一场比赛 跟小达彻底做个了断 而这 正好就被暗中的老李听到了 于是第二天 最终比赛开始后 老李暗暗地行动了 眼瞅着小绿带着两个小弟 对小达展开了夹击 还将他一把按在地上摩擦 老李克服了心中 对于飞行的恐惧 唰的一下 便从天而降 给小达来了个完美起围 接着 老李引开了小绿 又指导小达 活用周围的岩石 一举解决掉了两个小弟 这成功打了小绿一个措手不及 无奈之下 他只好重返赛道 奋力向终点冲去 而小达这个时候 他落后一大截 却忽然忍不住抬头 看了看天空 他想起了老李那句话 于是小达深吸一口气 努力逼自己向高空进发 并不断在心中告诉自己 千万不要往下看 最终小达在云层的环绕下 克服了心中对高空的恐惧 直接就来了波预风而行 凭借强风的助力 迅速向终点冲去 而最后 眼见着终点将至 他又直接翻转了身体 来了个漂亮的从天而降 并在最后一刹那 闲闲超过小绿 一举冲破终点线 夺得了最终的胜利 这一刻 所有人都忍不住 为小达欢呼雀跃 认为他创造一个 了不起的奇迹 更让人惊喜的是 不久之后 小达还彻底改行 和老李一同 加入了海军飞行中队 掀开了自己生活的新篇章 飞行总动员 作为一部 由汽车总动员 衍生而出的 翻外电影 虽承接了他的人物设定 原创性却略有不足 但是不得不说的是 他的整体制作非常精良 很多镜头都向我们展示了 从高空俯瞰大地的震撼场景 尤其是里面的 第一人称视觉镜头 更是让人有种 身临其境的惊险感 总的来说 是部温暖人心 鼓励追梦的 何佳欢电影 好了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黑白 请各位老铁 多多点赞和关注 下期见